我现在记着用钱 拿了两块四年前买的银银 看看能不能卖个几千块银 哎呀你这两块银银不简单啊 四年前买的应该是超级便宜 一块是龙阳三年课只收了赵臂中藏 这都是以言凯门的川氏宝奖 哇塞你这个不带聊了 背面和这个赵臂中藏入处一致 但是看后边却写着顶位银银 这么好的银银 怎么涨口就要几千块钱 几千块钱难道要多了吗 我没提出的话 我跟你说这两块四年前花两百块钱买来 在手里放四年多了 多少要整点值吧 四年前花二百块钱买来两块银银 当时确实是很便宜 因为银银啊 它这个数量是优先的 因为它不可再生 所以是越放越贵 看完你这俩银银的状态 我感觉你要几千块钱不算多 吓我一跳 我以为我给你要多少钱了呢 因为现在四年两年多了 现在是继续用钱 那你打开帮我喝上喝上 他们俩到底值多少钱 我的意思是铺铜的龙银 卖个几千块钱不算多 更何况你这俩 都是比较稍贱的造种和顶位 于清于离 应该是多多卖钱才是 具体喝算能卖多少钱 那就显来说 比较昌看的这个造种吧 造幣中的啊 是我们个人甲里边 刘同最贵的音乐 比我们所见的这个其他音乐都贵 都搞一个档次 造种的搞点就是他的鼻子 鼻子 你看一下 搞停 龙铃几乎是美资默默孙 整体自扣啊 也算是劝审达 另一面自扣 也算是劝审达 满问 这说实话 有六桶很紧 这都很正常 相对于我们个人甲里边啊 这个赵农啊 已经是状态很棒了 十年前 这样的龙铃价格 也就是一千多吧 按照现在的行情来算的话 请听松松 一万三四没啥问题 哇 没想到能卖一万多啊 对 所以十年的时间 一下子反了几十倍的利润 我觉得你鼓励这个价格 真合适 真合适 那就直接赶的卖给你算了 行 因为这种龙铃啊 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整家完全没问题 一般在我们个人手里边啊 基本上都是用试剑去换锦键 而你的另外一块 这个鼎位仪院啊 也是处置这个招臂中长 你看 他俩都一样 龙都一样 后边宝瘟子都差不多 严格的来说啊 是输于一块石柱币 党式木具啊 做了六起钟之多 还没有正式铸造 就封那个五场七亿 所以春时量既少 西卡尼这个壁面 说实话没有这么溜筒 贫项都特别好 如果是整瓶的话 稍说卖个上百万 不成问题 哎 什么话都别说了 反正我是四年下 花两百块钱买了 老板 我也相信你的保价 别给我一百万了 那就八十万就行了 你罚我也罚 你看种不种 你这个价格 哎呀 换了呀 余地还给我留了 还是挺大的 感谢你能留那么多的 这个利润给我 我刚才说的这块音乐 如果是真笔的话 我说的是如果 首先您来对比一下 他们俩这个颜色 对吧 明显这个阴色 不像百十年前的东西 细看壁面压力的话 太钱 两块音乐的扁持 说实话 再放到一起来比较的话 你看你这个定位 闲了就一言加了 东西啊 确定是英文 就是年代不导带 呃 就是年份不导带 我看是整应加币 在我这里说实话 暂时也卖不上钱 那你说的这也是转业化 我也没听懂 啊 不过也没关系 你要感觉东西不对啊 那还是我呢 啊 没想到四年前 竟然还有家伙 嗯 确实这个音乐造假啊 往前书三四年 他都有家来 但是这个 加币啊 能从这个保浆 壁面压力 扁持上能分面出来 加币撑不了上来 大的气候 好歹你这个是阴冷 十年前买了也便宜 这个整的呀 确实能赚 几十倍的利润 还是挺好嘞 那你就把我算上这个账吧 那行 那我给你算上 嗯